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打车 我得多坐一会儿 小语 我本来想咱俩拿了钱 就像这样打一个车 高高兴兴地离开厦门 就从我们第一次来厦门的那个路口回去 我们是坐卡车来的 我要打车回去 四平儿 你是不是怪我 怪命 小语 咱们的孩子 没了 小语 干什么 把卡给我 四平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这钱才不能拿 给我 四平儿 我不干什么 就看看 你不是说了吗 这钱拿不走 拿走了 是要坐牢的 小月 我这辈子 没见过这么多钱 你看啊 这么多零 穿成一大床 我知道 只要还给人家的 我摸一摸 看一看 你是好的 你说是不是 如果有一天 我变成有钱人 我也会很大方 我也想像罗晶晶那样 谁跟我借钱 我就说 好 我有 小月 会有那么一天吗 会 四平 一定会有的 我就爱听这个 你再说一遍 四平 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大方的有钱人 请取为您的卡片 四平 四平把银行卡还给了我 我知道 我回不去了 我再也变不回那个擦袭的龙小羽了 那张银行卡后来你给谁呢 还给静静了 借条也让承瑶给撕了 如果那个时候承瑶不在场 没有人让你打借条 你拿了卡之后 会不会真的跟朱四平走了 我不知道 朱四平知道 罗晶晶让你跟他私奔 等生命出城熟饭了 再回去让罗宝传同意的是吗 四平始终不知道 也许那正是你和罗晶晶结婚的一个好机会 我也明白 但是罗总对我不错 我不能那么做 人还是要讲情谊的 情谊 你让朱四平到小黑诊所里去打胎 算有情谊吗 我也不清楚 情这个东西 大概给一个人多了 给另一个人就会少 跟你讲了这么多天 你还没有告诉我 我的案子 你打算怎么变 在你说完你和朱四平和罗晶晶的关系之后 或许会有一些突破 不过公安局指证你最重要的证据 是血迹 是朱四平留在你衣服上的血迹 不过我已经找我的同事 找了北京最好的血迹检验专专家 出了一份检验报告 里面找出了一些 可能反驳的依据 这么说 我是有希望了 是吗 只是有可能 不过我正在争取 韩律师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是吗 你怎么报答呀 你想我怎么报答 其实你不说我也能猜得到 你猜到什么 你会用我的命来换晶晶 正常男人都会怎么想的 晶晶不是舞宾 是不可以交换的 真正尊重她爱她的人 都不会这么想 我想 你就是这么想的 你只不过是不敢承认罢了 我等着 你自己想好了跟我提吧 老林 那就拜托你了 韩鹏 你就是不说我也会帮韩丁的呀 我知道她要想变营这个案子 真的是很困难 是啊 她这个人 什么事情都不爱跟别人说 喜欢一个人扛着 所以我很清楚 她现在一定非常的不容易 难得你这么大度啊 对了 有件事情我要先给你打个招呼 我离开的这段时间 你给我介绍的那个案子 我可能就不能盯着了 我就交给我的助手办吧 不过你放心 我会遥控指挥的 没问题 我会跟你的助手保持联系的 韩丁 喂 韩丁 老林 你那边怎么样了 专家基本上同意了我的看法 认为龙小雨衣服上 虽然沾有被害人的血迹 但不能完全认定龙小雨就是凶手 说具体一点 是这样的 我拿这份鉴定书啊 去刑事技术研究所 找到了一个跟我比较熟悉的 鉴定专家 我告诉你 她在这个圈里面可是个味啊 她说从血迹上看 并不能完全认定 就是龙小雨杀了朱思平 因为龙小雨衣服上沾的血迹 有可能是事后沾上去的 也有可能是蹭上去的 这几种可能性都有 所以那件血衣 也只能做一个间接的旁证 对了 她还说了很关键的一点 通常三者沾的血迹 都是喷溅的 跟沾上的和蹭上的 还是有区别的 关于龙小雨衣服上的血迹鉴定 一共有两份 第一份是由厦门资历 很深的血迹鉴定专家 汪教授做的 第二份是厦门市公安局处具的 如果法院最终采信了 汪教授这一份 那么对龙小雨就比较有利 这个汪教授 我以前还是打过交道的 他这个人做事情 还是比较严谨的 要不你来一趟帮忙我呗 那我就抽空过去趟吧 谢了 对啊 安定 我现在和安婆在一起 你想跟他说说话吗 好 你等着 喂 韩丁 对 我是在咖啡厅 正好碰到老林了 你都还顺利吗 好 那不说了 我要走了 你还要跟老林再说吗 好吧 那你们见面再说吧 嗯 再见 你明明是特意约我出来 要多抽空帮帮韩丁 那为什么你又不愿意让他知道呢 如果这件事情让韩丁知道了 他肯定会觉得特别没面子的 他特别希望别人觉得他是强大的 是完美的 我特别了解他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他是非常自信的 在律师事务所 这种感觉对他来说太不够了 他现在需要自信 傻人有傻福啊 公安机关 目前给龙啸宇定的是强奸杀人的罪名 从字面上理解 龙啸宇杀人的动机是强奸 可我们都知道 龙啸宇跟朱思平曾经有过恋爱关系 当然了 他们的恋爱关系还需要证据 光听龙啸宇的一面之词 法院也不一定认定 因为从公安机关掌握的证人正眼中 都说明 他们没有过恋爱 就连朱思平的父母和他的老乡 也都说他们没有恋爱过 所以 等我忙完手头上的事情 就去朱思平的老家 找他们的恋爱证据 一旦有了证据 检察员要再说龙啸宇强奸朱思平的话 就太勉强了 如此一来 龙啸宇强奸杀人的结论 理由就不够充分 这是我辩护时可以反驳的第一个理由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发现吗 公安机关在现场找到一切 和龙啸宇有关的痕迹 只能证明龙啸宇当天晚上去过案发现场 只能说明他和朱思平发 发生过新关系 但并不能证明 他强奸了朱思平 更不能说明他们发生过关系之后 他就杀害了朱思平 更何况凶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找到 警方也就不能认定凶器上有龙啸宇的指纹 就算有龙啸宇的指纹 也不能确定龙啸宇就是杀人凶手 因为在这把刀成为凶器之前 碰过这把刀的 也许不仅仅只有凶手一人 因此龙啸宇的杀人罪名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真的 还有龙啸宇外套上的血迹 原来的鉴定报告上认为是擦拭而成 而第二份鉴定报告上说的则是喷剑 专家说擦拭很有可能是沾眼上的血迹 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推断出杀人的结论 而喷剑则是杀人可能性很大的一种描述 龙啸宇当天晚上返回案发现场 发现朱死瓶被害后 他抱起了朱死瓶 很有可能是那个时候染血上身的 所以龙啸宇身上有擦拭的血迹 并不能认定他就是杀人凶手 如果血迹鉴定专家认为 喷剑不成立 而擦拭更准确的话 那么警方所提出的每一个证据 都不能派出其他的可能性 从证据学的角度上来说 一千个可能并不能成为一个必然 只有排除一切其他可能性的证据 才能成得上是证据 喷天儿 你简直太棒了 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我已经把老林叫过来 找这里最著名的血迹鉴定专家 如果鉴定专家能够认为 第一份鉴定报告 比第二份更权威更准确的话 那么龙小雨的杀人罪名 就不一定成立 走 就不完全除了 可是我 limiting 미ob达罪名 腋 Hendr 老林 姜云 姜云我错了 姜云 太好了 四明 你干什么 怎么知道这样 我们就不敢来成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韩丁这小子 自己不来接我 还指使你过来 谢谢啊 别客气 他今天也去看守所了 要不然的话 他肯定亲自去接你 哎 静静 我觉得韩丁为了这个案子 也真够拼命的 我先送你回酒店休息吧 明天一早 我就去找那个专家 还休息什么呀 直接去吧 直接去啊 那我先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吧 哎 别打电话了 汪教授这个人 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你如果提前打电话 他一定会拒绝的 是吗 可是 你要不跟人打招呼 就直接去的话 会不会不礼貌 哎呀 都这样个时候了 也顾不上礼貌了 走吧 好吧 你好 请问您找谁 我们找汪教授 几栋几门几号 八栋六门三零一 你好 请稍等 不好意思啊 我们不找他了 谢谢 还真麻烦 汪教授不同意 我们也进不去啊 走吧 来 喝杯饮料 嗯 谢谢 谢谢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我发动我厦门 所有的朋友 帮我打听一下 有没有亲戚 或者朋友 住在那个小区里 帮我打个招呼 我们就能进去了 你这不是大海里唠针吗 厦门不像北京 没有那么多人 拐几个弯 总能碰见个熟人 能行吗 试试吧 冷了 这么快呀 太好了 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姑子 住在里面 谢谢 三零一 在这儿 有人吗 有人在家吗 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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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一会儿吧 老林 怎么样 我刚才去屋页问过了 他们也不知道 汪先生去哪儿了 这可糟了 咱们怎么找过他呢 不过 我车他们去旁边 那屋打电话的时候 我也快速地查了一下电脑 我知道他们家开车 和车牌号码 咱们现在只能从这方面入手了 这怎么入手啊 死等 二十四小时在小区门口等着 只要汪教授一回来 马上通知你 也只能这么办了 静静 饿了吧 来 快吃点东西 谢谢 你先回你酒店休息吧 这是地址 寒丁一会儿会去找你的 那也行 晚上我过来接你的班 不用 你能到厦门老阳 我已经很感激你了吧 再说晚上还有成阳呢 你可是主力 你要好好休息 等汪教授回来以后 就看你的了 那好吧 那我先回去了 有什么事跟我们打电话 快吃饭 好好休息啊 好 你昨天说到 你再也回不到 朱思平的生活里去了 你和他已经不是一路人了 可是朱思平为你多了胎 你似乎不忍心 又马上和他提出分手的事 对吗 是的 我想等四平 先把身体养好了 再跟他提出分手的事 否则我怕他受不了 我也想到 我也想到补偿他一些钱 但我却说不出口 毕竟有那么多年的勤奋了 不是钱就可以算得清楚的 后来 我总给他买一些营养品送过去 送到就走 借口就是工作忙 没时间 大哥 我问一下 这家证所怎么了 怎么天然封条了呢 这是一家黑证所 他们这些人啊 都是江湖骗子 用的药呢 都是真的 但是都是发霉过气的 听说有一个人 吃了已经死了 你说能不封吗 是 小语 你得告诉我 怎么了 小语的 这什么事呢 这药不能吃 这药是假药都拿出来 干什么呀你 失眠 多梦 你原来看的是失眠多梦 根本就不是什么流产 你一粒药都没有吃过 四皮啊 你为什么要骗我 谁骗你了 那你自己看一看 上面只有一次看病的记录 就是你上次打胎的时候 你为什么总喜欢耍我呢 你觉得这样很有意思是吗 你以为我喜欢这样 那你他妈为什么走这么多 你怎么回来 你干什么你 给我说清楚啊 到底怎么回事 你放开我 你说不清楚哪里陪去 你要不松开我就喊招流氓了 喊呢 你喊呢 你大骗子 对 我是大骗子 我就骗你了 你没骗过我吗 没骗过那有钱的骆金金啊 我骗你 还不是因为我没办法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神性都是肉炸 你一骗再骗一闹再闹 再软着心到最后都冻成石头了 那你说我怎么办 我认认真真地求你 我就算跪在地上 把头磕破了 你会不会离开我吗 我在你眼里 就是块抹布 我把你身上的泥擦干净了 擦得像个城里人了 你就觉得我配不上你 就不用我了 你就想把我给扔了 你说 你说吧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你就说我是毒蛇 是王吧 是白耳狼 我也不会回头 不会的 你以为你甩了我 你就能走上阳关大道了 我可以去找罗晶晶 可以去找罗老板 我要告诉他们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让我过不好 你也别想过好 我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什么都不怕 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没有有钱人给我买衣服 我没有大房子洗澡 龙小雨 我告诉你 我大不了 我搭上这条命 咱俩谁也必要占这便宜 你告啊 你去告我 你随便告 你告诉我 我就是没有工作 没有前途 我就是死了 烧着火也不想和你在一起了 你要干什么 你如果觉得我欠你的 拿我明句底 但是你听清楚了 我就是不想和你在一起了 我一分钟都不想 我永远都不想 小雨 我就那么让你讨厌吗 别为我 我已经受够你了 你别以为你对我好 你帮助过我 我就永远都欠你的 我告诉你 我不想欠你了 好 这可是你说的 龙小雨 这一道我让我自己记得 男人是什么东西 放开 四平 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呢 我现在知道了 男人都是万恩负义的东西 你对他好 掏心掏肺地对他 他只当成人住下水 我不能再犯奸了 四平 你放过我吧 没有我你照样可以活得好好的 是 没有你 我是可以活得好好的 我就不用死去拍脸去求人家 跟人家上转 把你掉到酒厂来 四平 走 我带你去医院 还去医院干什么 你不是已经知道吗 我没有流产 还去干什么 四平 别闹了 我的意思是 带你去医院 把你的手包扎一下 医院的落刃的 我自己可以去 放开我 好 去就去 我要把所有的检查都做了 我让你清清楚楚地知道 我骗了你什么 我骗你什么了 走啊 这一刻 我想上去抱住四平 像从前一样 但是我知道 这不行 一旦这样 我们又要陷入无休止的纠缠中 我咬住牙 决心把四平当成一个疏远的亲戚 你说这些 是工程承包之前还是之后 什么工程 你知道的 保存厂的扩建工程 之前 可据我调查 张雄之前并不具备 承包这样大型工程的辞职 这个工程 表面上看 是由夏龙建筑公司承包的 其实是张雄给夏龙公司提成 实际上还是由张雄自己的建筑公司承包的 我不相信 张雄拿到这样的工程 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关系吗 有 这个工程 实际就是导致保存制药厂破产的重要原因 你的能量够大呀 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没有从中拿到任何好处 我只是想怎么摆脱四平 后来我跟四平搭乘一笔交易 我给她标的 她和我分手 你出卖了标的 我这么做 只是为了不想失去静静 我害怕失去她 你害怕什么 你害怕静静一旦不爱你了 你就失去了你的前程 甚至失去了你曾经来之不易的工作 还仅仅是担心失去爱情呢 这两样我都害怕 看来爱情 在你心里不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 在我爸爸去世以后 这什么意志让我害怕呢 什么 是饿 你有过那种感觉吗 没有 我告诉你是什么感觉 饿是让你每天什么都不想 只想找点吃的 就像一只狗一样 饿也是一种疼 是从里到外的疼 在饿面前 什么都是次要的 包括爱情呢 当你全心全意地爱一个人 是填跑肚子重要 还是爱情重要 不饿的时候 爱情重要 饿的时候 什么都不重要了 这话你对罗静静说过吗 在你们相爱的时候 在你们爱的死去或来 可以为对方牺牲一切 甚至生命的时候 你对他说过吗 当然没有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爱过恶的人 跟他说这其他事不会懂的 韩律师 你没有爱过恶 你永远不会明白的 尝尝我给你煮的咖啡 这段时间 思萍再没有找过我 我想 我大概就像他手臂上的伤疤 慢慢已经不疼了 我找着一个好办法对付我爸 你没发现我爸最近心情特好吗 是啊 我最近看见罗总他总是在笑 好像那双眼睛都会笑 静静 你有什么办法 哄得你爸爸这么开心啊 四个字 你猜 四个字 百依百顺 不对 毕恭毕敬 没有想象力 还不对 那还有什么呀 阳奉阴违啊 阳奉阴违 我爸那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跟他应来是不行的 得罪了他我肯定没好日子过 所以我要想办法呀 你放心吧 等撑过了这段时间 我爸肯定放弃对我的婚姻规划 到时候你就熬出天了 不 不行 现在还不是时候 不能告诉你爸 爸 你来啦 我知道了 我爸是你这个世界上最怕的人 所以你不要得罪我 得罪了我你没好处 你给我告我吧 晶晶 你敢骗我 敌晶 不得罗 晶晶开始听话地去相亲 但是他每一次都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 我是想告诉你 嗯 我这张脸的价格 你鼻子花了一万 双脸花了五千 哦不对 原来是一张大嘴 后来做脸手术之后 才变成现在几个要求 哎 我觉得你的鼻子可以做一下 我可以介绍那个医生给你认识 爸说看 爸说看 你好 我是David 很高兴认识你 您好 我爸爸和你爸是好朋友 你 你爸怎么说的 是不是说我们俩门当户队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 喂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感觉最重要 嗯 我觉得你挺帅的 真帅 师傅 谢谢 你也很漂亮啊 像大海里的美人鱼一样 刚才在那边我一直看着你 是吧 谢谢啊 David 你是不是特别爱运动啊 对啊 我特别喜欢潜水 好 我喜欢潜水啊 好 我喜欢潜水啊 你知道吗 你从海里边出来的时候 身上至少有一百万种戏剧 如果我从海里出来的话 我就会先洗澡 我每次都洗澡 一般洗不行的 一般洗不行的 用消毒水 稀释了以后全身都擦一遍 你看我啊 随时戴着湿纸巾 还有消毒水 怎么样 我还能给你握手了 天哪 我不介意吧 不介意 你来之前把这桌子椅子 杯子都擦过了 小心点别乱动啊 冒昧地问你个问题可以吗 你问 你这么爱干净 那和你男朋友接吻之前 怎么办 先用牙线剔牙 然后再用牙刷刷牙刷三遍 之后呢 再用三种不同的树口水 竖三遍 明白了吗 不然的话只能飞稳 如果你一定要跟我接稳的话 没关系 完了之后这个程序再加倍 我看我还是先走吧 算了 还是不握手了 省得你再用消毒液 给你尝尝我呢 尝尝我呢 给你尝尝我呢 尝尝我呢 我想写一本书 叫做如何搞砸相亲派对 或者叫提窍相亲 你又怎么了 金金金 你爸爸那么疼你 真的是为了你好 在相亲的人选当中 是不是有不错的人选 最起码比我好 每一个都不错 那 那你有没有一点动心呢 经常有 怎么办呢 不能背叛的 听到了吗 那可不一定啊 我告诉你 我将来一定会比他们好的 你如果现在跟了他 你会后悔 我敢保证 那你敢不敢跟我爸说 你想跟我在一起 我 敢不敢 敢不敢 每一个跟我相亲的人 都敢这么跟我爸说 好 我一定说 不过 要在合适的时候说 那你要快点啊 不然我就跟别人跑路 你敢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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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听一首歌 特别好 来了啊 你快点 好可怕 你很可爱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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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好可怕 走 走 那进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来逃亡也有过惊心动魄的时候 但是我相信任何时候 我的心也没有这一次跳得这么厉害 南方的风啊 暖暖暖的吹 吹落你眼角一滴泪水 看见你远去身边无人跟随 这一刻我伤心不能追 也许命运只有一颗机会 不能做出选择让爱排队 镜子上的指引 求求没有消退 这一刻我呼唤 我想你 我已经很累 我没有责备 请不要问我谁谁 拉住你的手 瞬间无语 瞬间无语相对 沉默中心与心靠近 这里有个家 我们一起回 我喜欢我能够这样面对 也许命运只有一颗机会 不能做出选择让爱排队 不能做出选择让爱排队 镜子上的指引 求求没有消退 这一刻我呼唤 我想你 这里有个家 我们一起回 我喜欢我能够这样面对 我喜欢我能够这样面对 这里有个家 我们一起回 我喜欢我能够这样面对 看着我能够这样面对 看着我能够这样面对 看着我能够这样面对